邻里公厕保洁推动小组试点计划正式展开 未来三个月里小组志愿者将通过加强咖啡店业者和公众的清洁意识来提升公厕卫生水平 并借此将计划推广到全岛更多的区域包括小贩中心 位于玉郎东31届第318座组屋咖啡店的公厕是参与试点计划的公厕之一 一组由区内居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每天都会来检查卫生状况并宣导卫生知识 一个不卫生的厕所可能会造成很多细菌的传播 所以无论是个人也好对公共的疾病的管控也好 这个厕所的卫生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有三间咖啡店公厕参与试点计划 公共卫生理事会计划8月将多两个市政理事会的小贩中心和石巴沙公厕纳入下一阶段计划中